刘沛洋的英文教室 简易表达篇第120集 我们一起来看十个生活的绘画 或者生活的英文的造句 欢迎赞助 请翻别订阅我的15个YouTube频道 我们自己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写一些句子 我父亲有一座牧场 我们可以讲成 My father owns a big ranch 警方发现了一句不知名的女士 The police found a Jane Doe buddy 你喜欢玩扑克牌吗 Do you like to play poker? Do you like to play poker? 这些鸟竹了一个巢 The birds have built a nest The birds have built a nest 兄弟两人都不高啊 Neither brother is tall 这个字也可以念neither Neither brother is tall 我妈妈正在做蛋糕 My mom is making a cake My mom is making a cake My mom is making a cake 水汁很可怕 Legers are terrifying Legers are terrifying 你有没有听过捷克与魔斗的童话故事 Have you heard the story of Jack and Beanstalk? Have you heard the story of Jack and Beanstalk? 这个机器效率不高 Machine is inefficient This machine is inefficient 我父亲和叔叔正在猎兔子 My father and uncle are hunting deer My father and uncle are hunting deer 这是我15个YouTube频道 这边有不同难度 实用性 像这个简易表达片难度比较低 所以你可以根据个人的实力 英文的程度来选 我们来看看 我们进一步解说 My father and uncle are big ranch Ranch就是像我们看西部片 就是那边羊很多马牛 吃牛肉 吃牛排 这就叫牧场叫Ranch 但是我们英文有时候 要有一字多余的观念 因为Ranch它除了是牧场以外 它也可以是像炉灶 以前缪瓦斯罗炉灶 也是Ranch 也是山脉 也山脉的意思 所以它有很多意思 Ung是拥有 所以单数 My father是单数 后面加个S My father is big ranch 那big 那你说 有人说Large 两个都可以 差不多 意思差距不大 所以用big 用Large 也可以 都可以 The police found a gender body Gender就是不知名女子 我们说路人甲 路人蚁 或者是警察抓到了嫌犯 或抓到流浪汉 街友 就不知道名字 要回去查 电脑去查 有的电脑都没有 或比较先进 查指纹 社会安全系统 那有的真的找不到 就是慢慢找 所以不知名的女子 就是你看到一个人 一个女的 不知名 但不知道她 叫什么名叫Jane Doe 那说她男的呢 男的不能也叫Jane Doe Jane是女还是真 男的叫Jane Doe 都是大写的 专有名词 所以女的不知道名字 人叫Jane Doe 男的叫Jane Doe 所以Buddy 除了是身体 也可以是尸体 像很多警匪片 情报片 Buddy Buddy 不只是身体 也是尸体 所以她要看上下文 看她怎么写 所以不知名的女是Jane Doe 她不一定是死人 活人也可以 反正就是 活人死人 反正人 你不知道她名字 女的叫Jane Doe 男的叫Jane Doe 男的叫Jane Doe Do you like to play poker? 扑合牌一般叫poker 去玩poker牌用play Do you like to play poker? 因为不能有两个动词 所以两个用 中间用个to 不定词 to连接 不能说 Do you like to play poker? 那你可以说 Do you like to play poker? 也可以 不能两个原型动词 这些鸟 birds 因为它是负数 所以用have 如果是the bird 一只鸟就用has 因为它已经 在have方面都用过去 过去分词 所以动词 有现在是过去式 还有这个过去分词 过去分词就是它有被动式的意思 已经建立了一个草 一个草 鸟草 鸟草 nest 这个neither 或neither 两个都不是 这兄弟两个 如果是三个人怎么办 一个人是one 两个呢 两个都不是 有neither 如果两个都是用 其中是1呢 用either 如果三个以上 就all all 所以这两个圈都不高 因为两个都不高嘛 它是0嘛 0还是用单数 所以英文呢 单数负数呢 0跟1 都是单数 2 以上 用负数 那你说1.5呢 1.3呢 1.8呢 负数 只要超过1 不管是1.01 1.8 都是用负数 0跟1 用单数 所以这两个兄弟都不高 用单数 那你说这个tall也是高啊 high也是高 一般讲人啊 人啊 动物啊 有生命的用tall 建筑物啊 没有生命的用high my mom is making a cake 也是一样 不能用两个原型动词 所以后面用正在做 正在做 做cake 就是蛋糕 那cake有很多意思啊 除了蛋糕也是一块一块 a cake soap 不能说一块肥皂蛋糕啊 没有这个东西啊 还是 这个蛋糕做肥皂状 也很奇怪 a cake 也是一块一块 除了蛋糕以外 也可以当数量词啊 就是一块 因为肥皂嘛 一块两块 就用cake 所以英文有很多数字 就像我们中文叫一匹马 一张纸啊 一支箭啊 一匹马啊 这个一头牛啊 就这个意思啊 一块肥皂 或者一缕青烟 puff 用puff 有种数量词 然后leach 是水质啊 复数 所以用r terrified 就是很可怕 如果你自己觉得害怕 就用terrified 加ed ied 把y去掉 如果是事情很可怕 就用rmg 所以反正是 什么事情 或别人怎么样 这个动词加rmg 我自己觉得怎么样 就加ed 这英文的一个基本规则 Have you heard the story of Jack and Beanstalk 有人觉得奇怪 这个听到有时候用here 因为这个是 这是现在完成式啊 所以他用过去分词 原型动词here h-e-l-r 那有人觉得奇怪 听到也是here 听到listen 你就听到 怎么分别呢 就是你无意中听到 你没有特别去听 你就听到 比如过马路听到汽车 在外面听到人家讲话 here 就听到 你没有特别去听 但是 就是有杀音 你就会听到 如果你很仔细想听 他们两个到底在想什么 你不是无意中听到 你刻意想听 或者听那个听力训练 你要很仔细听那个CD 或者音乐 仔细听音乐 仔细听老师讲课 那就叫listen 所以here 是无意中 你不听都不行 可是你没有很注意听 如果你真的很想听清楚 看电视要听 看对白上课 听老师讲话 就叫listen 所以有意的听叫listen 无意的听 但听到叫here 所以here 过去分词 就是heard listen 过去分词 就是加一定 A giant game 的bingstock 是西方 很有名的童话小说 就是 魔斗 魔斗 就是 遇到水后 它会变成 非常大的树 然后可以直达天空 就那个神话童话小说 也是像神怪小说 就上去以后 就到了高耸入云霄 就到了巨人的世界 就巨人 哇 怎么一个这么大上来 这个捷克爬了半天 人很小 那个树很 魔斗变成一个树 魔斗遇到水 变成一个树 可以到天上 就会那些巨人组就下来 讲这样的故事 就危害社会 后来被人类 这个臣服了 这是童话故事 Jack and Beanstalk 男主要就是Jack This machine is inefficient Machine是机器 机器 Efficient是有效率的 In就是 这叫自首字 字头 所以英文单字 有时候字长一点 前面叫自首 手就是手级 手部 手领的手 最后面叫字尾 字首 字尾 中间叫字根 如果字比较短 很短的没有几个字母 那个字就是自根 所以 自根root 一定是有的 那自首跟自尾 不一定有 如果这个字 它的字母多的话 就可能有自首跟自尾 那有的时候自根是一定有 有的时候是 第一种情况只有自根 第二种情况只有自首或自根 第三种是只有自根跟自尾 第四种三个都有 自首自根自尾 音通常是否定的意思 没有 不能 所以本来 Efficient是有效率的 加一个I 这边没有效率的 My father uncle hunting deer 用现在经营是正在 Hunting就是打猎 这在猎 这边写错 这是猎路 D也是路 这不是兔子 我们把它改一下 这在猎路 这是我15个Youtube频道 这里看自己的程度 各有难度 实用性不同 这几脚在这里